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第五节响了晚时间 刚才长毛由五居公投 说到一些弱势社群的租业 都看回整个国内抗烂本身 当然你如果看主流的媒体 主流的电视媒体 你看到基本上第一 就是用国内的新闻来源 第二样东西 其实你都会发现到 就是原来一桩人为的意外 可以成为一圆养党能力的一个宣传片 就是你会看到抗工 已经很多人没有吃饭 又或者已经又害怕又冷 到基本上都没什么知觉 竟然会伸手 就立即开口就说 感谢党救他们的命 大家如果有少少人性 大家想一想是否合理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也很重要 就是说究竟很多时候 我们在香港看一些国内新闻的时候 刚刚很有趣的 刚刚早阵子 我在我以前教学的那间院下里面 就是有一科叫做大中华媒体 其中一个挺有趣的经历 就是当然在台南有时都会分享 他自己上课的一些经历 然后大家知道最近就是Google 就撤出这个内地 将它那个视伏器放在香港 然后那一科的老师 我不知道是不是 当然我是说 老师本身可能有政治立场 但其实当他真的教学生的时候 应不应该将一些这么有问题的政治立场 他就说 他就用这样的字眼 就是说谷歌 就是涉嫌去将那个 涉服器放在香港 诸如此类 当然其实 我自己看整个现状外 看整件事 我会觉得就是说 咦会不会现在很多时候 不要说新闻道德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看国内新闻 其实都很考虑我们的良知 去到哪里 就是说 一个这么大的意外 我重点不是报道 关于地方官员 抗主那些问题 最主要就是每一天 就是说这个 解放军英勇构 要救抗工 又记忆这一类的事情 那是不是不单是本末倒战 会不会是连是非黑白 都刻意将他们去含糊了去呢 那这个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看 在主流媒看国内新闻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就是 LTT的 将怀事变成好事 他们觉得 他们最喜欢说这种东西 我相信 我相信 在没有新闻的事情之下 你很难去验证 你看到的东西是真还是假的 OK?此其一 即是等于四川豆腐炸工程 我们看到真是揭露到 豆渣工程的黑幕的蛛丝马迹 或者略见一二 其实绝大部分都不是在CCCV 或者是国内的大陆的电视里看到的 OK? 这个不是因为大陆的新闻工作者 是不想做 或者他们是特别没有道德 而是当一个国家的传媒 是要听名于中宣部的后劲 尤其是主要的电子媒体 或者是广播电台 或者是全国性发行的省 即全省性发行的报纸 要这样的时候 当然是没有了这个新闻自由之余 人民就没有知情权 是 如果没有这个评论和发表意见 就即是说人民是没有办法发表意见 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用现在这种中宣部去管理全民的做法 当然是绝对障碍这个监察政府 即是媒体发挥监察政府的权力 那温家宝就说 他就说要有尊严 要向中国有尊严的生活 那有什么尊严呢 自己一命危在弹直 告诉你 甚至都继续不理 现在又不知道会不会查处这些人 那有什么尊严的生活 他还说要这个 要绝对施法不公正 那你潮连海这么公正 潮连海 那你这个温家宝原由在意 那是不是战侧潮连海是抓得对的 可能温总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我想他都很清楚 根本他自己都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 所以在我看上来 中国的抗难之所以延绵而不绝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党政不分 黑金政治全无监察 这个刺强凌弱的行为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之讽刺 因为中共在这个起家的时候 其实它不停是有搞抗工的 比如安园煤工 安园煤炕 这些 这段就是一个故事的就是 就是说出来 话说当日这个安园有个工人俱乐部搞工会 话说搞的人就是李立三和刘少奇 刘少奇两个 就是和一班人 因为刘少奇都是湖南人 李立三也是 刘少奇湖北我忘记了 刘少奇去搞 在这个大约是1921年左右 二一年之后 二三年 那文革就有一封画 就是叫做毛主席的安园 是非常之标准的画 就是有毛泽东展览的地方 一开始就是毛泽东 有个石膏像 指着毛主席指揮我前进 就是四个位大 后面如果再进去 就可能有一封毛主席去安园的话 就是画得很特别的 就是他穿着布长衫 这个杀爽英姿 打着柔子线 说毛主席去安园上去安园 其实这个是假的 毛主席多去过安园 但是毛主席安园一手一脚 搞到安园的抗工活动 这个一定是假的 刘少奇和李立三是真 实际上也很奇怪 我在文革那时回到大陆学习 就有一个馆叫做星火烈原馆 星火烈原馆就是歌颂 借着歌颂毛泽东 歌颂林彪搞出来的 中间就有刘少奇 亲不出卖工人的信 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假的 要怎麽搞呢 是吧 这麽严肃的课题 一个国家主席被人抓 都可以用假的信 或者是用逼供的方法 叫人指证他 怎麽出卖工人 所以毛主席说毛泽东 就说刘少奇是半途内奸公冊 其中一个罪名 除了说他在解放之后 就是建国之后提出一些理论 是什麽剝削有功论 那些是说出卖工人阶级 就是鼓掌剝削有功论 其中一个罪证就是毛主席的安园 一件这样的事 毛主席去安园也是假的 是吧 那你想想想 当日李立三和刘少奇 去到安园回抗 或者其他回抗的时候 鼓励工人起来斗争 那今日共产党统治了中国 是已经差不多过了个花甲 竟然在他统治之下 那些抗工死得那麽多 那些抗工是那麽悲惨的 那他有什麽资格呢 他又怎麽不让人在抗区搞工会呢 为什麽要黑金正辞 要有政商勾结 为了发财 致别人的生命于不股呢 而上级如果不能够查处这些事的时候 他应不应该继续执政呢 是吧 一连串都可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五区公投是我们去向共产党说不的一个机会 这个也不是纯粹为了我们690万 亦为了13亿 没有得投 没有得讲的人 而做的 我再讲一次就是捐款的号码 因为我们的经费是非常缺乏 就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数码 就是400-304-291-003 是不是怕捐不到呢 汇丰银行400-304-291-003 如果捐不到不要紧 你可以将这段片到回头 你可以听多少次都可以了 这一节时间就到这里 下一节再见